大家好,這邊是巴哈姆特電玩瘋 我是特約豆腐 今天來到台北電玩展為大家試玩 人中之龍臨誓約的場所 那這一次的試玩版可以總共扮演兩個角色 那我們先從大家比較熟悉的同身一碼玩起 那這一次人中之龍之所以是零代的話 是因為他是處於整個系列作中的前傳的地位 他把整個時空勒拉回到還在泡沫經濟年代的日本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 系列中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 角色們在當年還是小混混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那我們現在很快的進入戰鬥了 那其實戰鬥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你用方塊劍就可以施展快速的連續攻擊 那三角劍就有點像終結技一樣 那圈技主要是用在抓人 還有施展一些看起來很痛的終結技 除了最一般的流氓狀態之外 一碼呢他還有其他的戰鬥風格 像是快攻守呢 就是屬於出招快速的連續技 動作很快 那火爆浪子呢比較像是重型武器 就是出招很慢可是攻擊力很高 而且呢攻擊的路途中 他會自動把周圍 可以用來揍人的道具 一些那個腳踏車啊 或者是三角堆都抓起來 你不用特別去 輸入什麼特別的按鍵 他會自己在連段中自己撿起來 那人中之龍系列的特色之一呢就是 他其實有點像是做成開放式的遊戲環境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東京神士艇的地圖啊非常大 那他也很貼心的幫我們把餐廳還有商店的位置標出來 那這個驚嘆號的地方呢 就是你可以過去那邊接任務 其實現在大家看到畫面啊都是 實際上他想要模擬出當年日滾的樣子的感覺下去做出來的 有沒有看到 剛剛他在連段中自己就把路邊的三角堆給撿起來了 那異位是18星的遊戲啦 所以多少會有一點比較暴力的場面 不過這也是人中之龍的魅力之一啊 他追求就是有那種大人玩的遊戲的感覺 我現在先帶大家去看一下之前任務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那既然說是大人的遊戲嘛 那當然支線任務也是充滿了大人的味道 他其實支線任務都有標出來 那解完之後呢 都會拿到一些特定的道具 通常都是好用的裝備啊 或者是一些道具 經驗值 還有金錢 那尤其是金錢啊 在這一代非常重要 因為這一次其實沒有 角色本身沒有經驗值的設定 你要把你的攻擊招式變強 或者是買道具 買裝備 靠的全部都是錢 那你錢呢 不只可以打路上的小怪會拿到嘛 那解任務當然也會給錢 那還有一些經營的小遊戲 有點像是炒股票啊 或者是經營地下錢莊之類的 可以讓你大把大把的收入 真的是 其實整體來說是非常大人風味的遊戲 那他的戰鬥風格呢 其實在戰鬥中 隨時都可以自由切換了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紀錄啊 他其實是 已經幾乎把角色的能力都點滿了 所以看起來很強很強 這個戰鬥風格啊 火爆浪子 雖然攻擊速度非常慢 可是相對來說攻擊力也很高很高 那當然人中之龍系列呢 除了黑道風格的故事 戰鬥 還有開放式世界之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有玩不玩的小遊戲 那我們現在就要介紹這小遊戲其中一部份這樣 這邊呢 是日本當年非常紅的 Disco Disco舞廳 那你如果來這邊啊 付個入場費 你就可以來這邊進行跳舞的小遊戲 那其他小遊戲內容也做得非常豐富啊 還可以選難度 然後還有不同的歌可以選擇 這邊玩法其實就像一般的跳舞機遊戲一樣 進行跳舞電影兩次推進行跳舞的小百相對 那個樂隊又沒有拿到成– 主要是要配合音樂節拍 然後在正確的位置上rose manifest 這個現在要操控就是中間那個可愛的小人 然後在按鍵到的時候 按下對應的按鈕 當然這個按鈕出現的順序 是照著音樂節拍的 所以其實把它當作 跳舞機的小遊戲來玩 也是可以的 那在每一拍到每一拍中間 你移動越多格 可以拿到分數其實是越多的 所以你可以刻意故意去繞路 然後它可以有點像是開爆氣表一樣 進入加分模式 有玩過系列的玩家應該都知道 連中之龍就是在很多小的細節的部分 其實做得非常的詳細 然後非常豐富 那這次的試玩版呢 除了同身一馬之外呢 還有提供另外一個角色給我們選擇 就是人氣也非常高的真倒無狼 那真倒無狼呢 他遊玩的場所是在大阪的 昌天爵 雖然主要我們遊玩場所還是在神士丁啦 不過這次也意外做了非常多場景 讓大家來探索來遊玩 那無狼他的攻擊模式呢 那無狼他的攻擊模式呢 其實跟一馬不太一樣 他是主要是比較多段式的感覺 他的連段都比較長 而且他的其他的 其他的就是打架模式也很特殊喔 像是他可以在打架中融合進跳舞的感覺 像一個Dancer一樣 雖然大家看一下一下攻擊都偏低 不過他的連段都非常高 而且靈活度也比較高 比較容易閃躲開疾人的攻擊 而且他還可以把周圍道具全部捲進來 這戰鬥風格其實還滿有意思的 這戰鬥風格其實還滿有意思的 喔… 糟糕 喔…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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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她的很多支線任務 其實內容都非常有趣 像是這一個支線任務 就是有一個可愛的小女孩 然後說請你假裝要當她的男朋友 而且我們回答的選項也都很有意思 那也多虧了這一次有中文版的關係 其實大部分的玩家應該都能夠更輕鬆的體會到遊戲中 不管是有趣或者是感人的劇情的部分都好 就是可以更直接的用當地的語言來了解 吃看看 你也會很快 吃吧 喝吧 太好了 喝吧 你也會 requirements 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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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種打架風格在遊戲中都有對應的師傅可以跟他學習 那像這個強打者他就很有趣 他是直接從身上的拿出武器來打人了 他的風格其實跟一馬的火爆浪子有點像 主要是高攻擊性的技能比較多 好 好 那今天呢 人中之隆林四月的場所 为大家试玩 差不多到这个 这边到一个段落了 谢谢大家